美国五大科技集团相计公布业绩,只有Matter,FB,股价见光死,先是加重投资元宇宙,往后数年盈利高增长不再,为未来发展牺牲短期盈利,此策略去年还受投资市场欢迎,但自去年第四季起却租市场离弃,而活跃用户下跌更火上加油。 最重要原因是,主页广告受苹果iOS14新私隐政策影响,旗下Facebook客制化广告精准度下降,广告收入大幅减少,最近又与欧洲增压升级,更可为外优内患,Helphabat Group及Matter在全球数码广告市场可为各汁牛耳。 好象在美国市场,前者一个Google search便以市占率29%居首。 Matter则以24%紧除其后,Helphabat公布业绩,却显示苹果新私隐政策影响不大,源于提供的广告性质不同。 Matter旗下Facebook及Instagram为社交平台。客户大多以真身示人。交流资讯较真实,用以作形象及行为分析可提升广告精准度。 以前形势被Google占优,现在则需加强自家分析系统以弥补苹果新私隐政策的影响,所需时间及效果仍未明朗。 反观,Google search依靠用家手沉时所用的关键致辞,而估算客户想法以推送合适广告的重要元素较低, 并可透过无时无刻累积的数据以AI分析,计而加强精准度,此时此刻可为敌退我进。 根据Alphabet刚公布第四季业绩,三个业务分类Google Services。 Google Cloud及Otherbeds收入占比分别为92.1%,7.4%及0.2%,当中只有Google Services络得盈利。 而Google Services中,除了Android、Chrome、Pixel手机、Google Map、Google Play外,包括Google Search、YouTube Ads及AdWords等的广告业务占88.2%, 可显示Alphabet按期定义虽然有A至Z的业务,骨子里还是一间广告公司。 因此最大的业务风险是全球经济转差。Google Cloud收入按年涨45%, 和亚马逊、AMZN的AWS及微软、MSFT的幸福街在45%至50%范畴。 不过Google Cloud对Alphabet整体业绩影响只是皮毛。 Otherbeds涵盖自动驾驶公司Waymo,人工智能Deep Mind,智能医疗Verily, 风投基金Google Capital与Google Venture等,收入很少,盈录得亏损。 摩根士丹利报告曾提到,当中知名度较高的Waymo估值由高峰插取80%至300亿美元。 相信Alphabet业务仍要不少时间培养。 投资者需要多点耐性。 Google Search收入按年增加36%。 而YouTube广告收入按年紧上扬25%。 亦远低于2021年首三季度分别为49%,84%及43%的增幅。 管理层解释因2020年第四季经济复苏造成基数较高。 我们相信YouTube广告业务型可看好。 现时每天全球浏览量超过150亿次。 大家都是用家。 亦知道在YouTube观看一条短片的广告数量越来越多。 亦更多人在YouTube创作内容。 部分甚或有可观收入。 暂时看不到这个生态短期内会被取代。 不者最近亦因不想被YouTube广告打扰。 乖乖每月付费68港元成为premium用户。 亦发现服务包含的YouTube Music也是一个不错的音乐平台。 tussen播放和 profile。